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931天 也是库尔斯克之战的第37天 前两天,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了自开战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 共计出动了150架无人机 目前已支莫斯科郊区拉明斯克镇附近的 俄罗斯61991军事单位和仓库被无人机击中 据乌克兰消息人士称 最近从伊朗运来的Fawcet 360弹道飞弹就存放在该区域 俄罗斯斯威尔德洛夫斯克地区 夏塔吉尔Resentienté工厂发生强烈爆炸 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俄国防部9月10日通报 俄罗斯防空部队在9日夜间至10日早晨 在9个州共击落了144架乌克兰无人机 其中布良斯克州72架 莫斯科州20架 库尔斯克州14架 图拉州13架 比尔戈罗德州8架 卡鲁加州7架 沃罗涅日州5架 利佩茨卡亚4架 奥尔洛夫州1架 袭击导致莫斯科附近三个机场暂停了航班 一架无人机被拦截后 残骸落入一栋高层住宅 导致一名46岁女性死亡 另有三人受伤 这是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以来 俄方首次报告有人员死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马利亚扎哈罗瓦称 乌无人机袭击为非法的恐怖主义行为 并希望联合国机构介入调查 我是坚决反对交战双方 蓄意袭击平民目标的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 乌军蓄意以居民楼为袭击目标 我觉得扎哈罗瓦的指控非常可笑 不知道他对俄军大量使用 违禁化学武器 频繁杀害乌军战俘 几乎每天空袭和炮击乌克兰医院 学校 商场 公交站 居住楼 公园 教堂 影居院等 导致两万多名乌平民死亡 十多万乌平民受伤 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 作何辩解 在俄罗斯各地遭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后 俄罗斯一些知名的军事博主 批评俄罗斯地区当局声称掉落的碎片 在袭击期间对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 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呼吁俄罗斯当局允许俄罗斯军队 国家安全局部队 边防警卫和私营保安公司 建立机动火力小组 以击退无人机袭击 再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红军村前线 俄罗斯人已经推进到赫罗纪夫卡 占领了该阵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乌克兰军队很可能已经撤退到 斯洛卡河后面 利用它作为防御的自然屏障 总体来讲 红军村的形势不像之前那么糟糕了 但俄军的进攻仍然没有完全停滞 有清无的大V说 俄军在红军村的进攻是面子工程 我以为不然 至少在乌军的库尔斯克行动 开始之前不是 当时的俄军还是一心一意 要推进到顿涅茨克的边界线 乌勒达尔前线 今天有更多影片出来 俄罗斯人正在占领这个村子 乌勒达尔附近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的 情况依然不太好 哈尔科夫前线 过去24小时 乌克兰第92旅第二突击营的官兵 在装甲车的火力支援下 突击了位于赫利伯克村的俄军阵地 那里距离卡尔科夫约30公里 在另一个方向 俄军开着三辆装甲车 前来进攻92旅的阵地 尽管这些装甲车上 都装有反无人机的栅栏 但还是被92旅的无人机给点了 库尔斯克前线 俄罗斯人的反攻已经开始 攻击点主要集中在 科列涅沃西南 以及多提卡河 Vinusevno和Apnesoka 据报道 一个俄罗斯装甲纵队 从科列涅沃向南朝斯纳哥斯特村进攻 暂时还不清楚结果 尽管C军事伯克作者 已经声称俄罗斯军队收复了几个村庄 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前国防部长 县安全委员会秘书邵伊古声称 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进攻 目标是控制库尔斯克核电站 称这是何恐怖主义 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很早之前就说过 库尔斯克核电站不会是乌军进攻的重点 向东南的比尔哥罗德方向发展 意义更大 在俄军目前战场上损兵折将 乌军攻入俄罗斯境内 俄军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俄罗斯媒体和亲俄媒体 掀起了新一轮虚假的宣传战 包括 一 乌克兰九月份已经发布出工资 即将再次弹尽两绝 实际上 乌克兰财政收支平衡 并没有出现严重赤字 二 随着战场失利 乌军出现大量逃兵 人数高达17万人 实际上 乌军目前抗住了所有俄军攻势 并且增援乌东战场后 最近夺回了此前 俄军声称完全占领的纽约克镇 大部分阵地 乌军前线作战部队 总共不到40万人 若有17万人当了逃兵 俄军起飞可以长驱直入 乌军总人数 这两年始终维持在100万人左右 约70万一 二线兵力轮换上前线作战 地面部队数量跟俄罗斯不相上下 怎么叫无兵可调了 三 意大利 德国和美国等西方主要大国 都在施压乌克兰和谈 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的笑话 实际上没有哪个西方国家 压乌克兰和谈 相反 他们一再重申 坚定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入侵 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俄罗斯和亲俄媒体这种虚假宣传 只能骗俄罗斯国内民众和亲俄人士一时爽 对俄乌战争进程没有丝毫影响 俄乌战争爆发第931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内 不包括俄境内库尔斯克战场上的俄军装备的人员损失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如下 歼灭俄军1140名 累计俄军62.89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两辆坦克 13辆装甲车 56门火炮 两个火箭发射装置 一个防空设备58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6个特种设备 防空部队击落57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约14.7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为1比1.5 俄军袭击还造成约2.3万名乌克兰平民死亡 约10万乌克兰平民受伤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前几天天我提到 伊朗向俄罗斯出售导弹疑云 维持我的观点不变 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 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导弹 但双方可能确实商量过此事 因此被欧美情报机构获悉 或许是伊朗故意放出这个情报 来试探欧美国家的反应 不过由此引发的西方国家连锁反应 似乎失去了伊朗的控制 当地时间9月9日 乌克兰外交部召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 阿姆泽加尔 对伊朗可能向俄罗斯联邦转让弹道导弹 一事项表达深切关注和严重不满 乌外交部公开声明称 若确认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武器 将对乌克兰伊朗双边关系产生毁灭性和无法弥补的后果 敦促伊朗不要向俄罗斯转让任何类型的武器和军事装备 此前 因为确认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沙赫德无人机 乌克兰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降为了临时代办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9月9日对媒体明确表示 伊朗弹道导弹已经运抵俄罗斯 很快就用来袭击乌克兰领土 他没有说明这些导弹的数量和型号 从乌克兰外交部声明来看 乌方和他的西方伙伴似乎暂时没有掌握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的确切证据 尽管过去24小时中 美国、英国、法国、欧盟和北约均称 已经掌握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的可靠信息 但迄今为止全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在伊朗外交部门和军方矢口否认之前 9月7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艾哈迈德·阿德斯塔尼 在接受伊朗报纸Deep in Iran采访时透露 伊朗弹道导弹已送往俄罗斯 俄罗斯将利用这些导弹打击乌克兰 当被问及伊朗遭遇进一步制裁时 将怎么办时 他回答说情况不会比现在更糟了 他还反问 我们向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哈马斯和伊拉克真主党武装提供了导弹 那么为什么不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呢 这位伊朗议员的说法 是西方媒体报道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导弹的主要证据之一 不过伊朗议员跟欧美国家的一些议员一样 因为有刑事免责权 因此常常大嘴巴乱讲 也不排除它是跟伊朗政府眼霜黄系 来试探欧美国家的反应 现在似乎是黄尼巴站在裤裆里 不是屎也是屎了 或者说西方阵营借机抓住不放 以此作为允许原物导弹 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借口 德国 法国和英国9月10日发表联合声明称 有可靠信息显示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弹道导弹 这是伊朗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军事支持的升级 伊朗导弹将抵达欧洲领土 加剧乌克兰人民的苦难 是对欧洲安全的直接威胁 声明称 我们将立即采取措施 取消与伊朗的双边航空服务协议 并将对伊朗航空公司实施制裁 声明还说 我们将追查与伊朗弹道导弹计划 以及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等武器有关的重要实体和个人 伊朗这番向俄罗斯提供了弹道导弹的舆论炒作 可能害死俄罗斯 促使西方阵营同一原物导弹 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 这比西方阵营员UV16战机影响更为深远 而且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将大大加快俄乌战争结束的进程 将一举打掉俄纵深空军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 摧毁俄本土靠近乌克兰前线的兵力和装备集结地 使得俄军根本没有任何还手能力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9月9日宣布 拜登将于本周五与英国首相讨论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联邦的问题 布林肯对这个敏感问题的提前预告前所未有 过后不久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卡尔向政客杂志透露 国务卿布林肯正在赶往乌克兰的路上 他说布林肯出发前往英国前对我说 我有一个好消息 我将与英国同行一起前往乌克兰 讨论ATACS导弹的使用问题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 看起来他们会向乌克兰传达 可以跨境使用这些导弹的消息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卡尔 麦卡尔的说法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 但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因为此事非同小可 在白宫召开国安会做出初步决定后 一定会通报美国国会 9月9日 美国国务院突然宣布布林肯访问英国 并明确表示将主要就乌克兰问题 与英国外交大臣代委拉米协调立场 英国一直主张原物导弹 可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 只是遭到德国 意大利的反对 美国也一直没有松口 只要英美一致同意 再加上已经原物导弹的法国 并没有表示反对 现在还跟英美一起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弹道导弹 显然已经同意允许原物导弹 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 如此一来 其他国家的立场就无足轻重了 据美国国务院网站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9月11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和英国外交大臣代委 拉米一起前往乌克兰 考虑到英国首相即将来访 英美政府很可能已经就允许原物武器 打击俄本土目标做出了决定 布林肯与英国外交大臣代委 拉米突然访问乌克兰 应该是英美两国内部 已经决定允许原物导弹 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 只需要与乌克兰商谈使用的技术细节问题 如只能用来打击哪些军事目标 不能用来打击哪些目标 乌克兰自然不会在这些技术细节问题 上令西方盟友为难 我相信如果确认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导弹 在之前已经确认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导弹 并用于袭击乌克兰的情况下 鉴于伊朗导弹技术和数量都远超过朝鲜 这将迫使西方阵营不得不同意原物导弹 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 这显然是俄乌战争的大幅升级 在增加核战争风险的同时 可大大缩短战争结束的进程 如果西方国家没有掌握任何证据 只是凭伊朗议员接受媒体采访时 大嘴巴乱讲 就通过情报部门故意向媒体放风 大肆炒作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 那证明西方阵营只是想找一个借口 来摆脱允许原物导弹 袭击俄罗斯本土 可能带来的核战争政治和道德风险 若果真如此 伊朗和俄罗斯都被老谋深算的拜登给坑死了 综上所述 无论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真假如何 欧美媒体大量报道此事 加上乌克兰 美国 英国 法国 欧盟 北约组织纷纷就此对伊朗发出严厉警告 以及迈克尔 迈考尔的对外放话 特别是英美两国外长突然携手访问基辅 都意味着西方阵营很可能就解禁原物导弹 打击俄境内军事目标已经做出了决定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9月10日 回应记者询问时表示 正在着手努力取消 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限制 从拜登的最新表态来看 这是基本上已经定了 俄罗斯划定的这最粗最重要的一条红线 终于很快也将被西方阵营踩在脚下 现在是考验俄罗斯最近反复发出的和报复打击威胁 是否真的敢于付诸行动了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为零 预料俄罗斯会像之前西方阵营突破俄罗斯划定的红线那样 无论事前说的多么严厉 事后总是风轻云淡地说 西方升级对乌军员不会对战争带来任何影响 他们将成为俄军合法的打击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9月10日的晚间事项讲话中 警告其他国家不要试图在军事上帮助俄罗斯 但他没有指明任何国家 他表示 当天听取了乌军情局和外国情报局 关于乌克兰可用机会和威胁的报告 以及准备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他说 我现在想对世界上所有仍然希望以某种方式帮助普京的人说 我们将近一切努力不仅保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而且真正团结全世界 以强烈措施回应那些好战或任何支持 继续俄罗斯队伍战争的企图 他强调 乌克兰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才能实现公平的和平 誓言与盟友一道 让那些支持俄罗斯队伍战争的人付出代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